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古文观止的第98篇 李玲答苏武书 这是一篇西汉文 大致在天汉二年的时候 也就是公元前99年 李玲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 因为众寡不敌,将士基本都战死了 后来李玲投降了匈奴 那么汉武大帝就杀了他全家 司马迁给李玲说好话 也被实行了攻刑 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事件 那么李玲呢 我们先从李玲这个人开始讲起 李玲自少卿,西汉,农西成继人 农西成继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甘肃 甘肃的秦安这个地方 他是名将李广的孙子 他非常善于骑射 后来做了齐都尉 那么后来他投降匈奴之后呢 在匈奴待了大致有二十年 大致在汉昭帝元平元年的时候 就像公元前74年的时候 病死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 就是苏武 汉武帝的时候 天汉元年的时候呢 苏武呢出使匈奴 然后被扣留 但是苏武这个人在被扣留的十九年之后 然后在汉昭帝始元六年的时候 就公元前81年的时候 又回到了汉朝 告别了李玲 那么苏武到了汉朝之后 曾经写信给李玲 就是说你还是回来吧 招他归汉 那么李玲呢 就回了一封书信给苏武 就是这篇文章叫 达达苏武书 达苏武书 但是这篇文章呢 有很多人都历来都认为呢 这篇文章是后人的伪作 后人的伪作 就是到底有没有写过这篇文章 也说不清楚啊 说不清楚 也就是伪作 就是伪托之作 假意李玲的名字 然后写了这封回信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的内容 子卿足下 秦先令德 侧明清实 容问修畅 姓慎姓慎 姓慎姓慎 这个子卿足下啊 子卿呢 它是苏武的字啊 苏武呢 自子卿 足下是敬词啊 尊敬的敬啊 足下是敬词 啊 敬词 只尊敬啊 只尊敬 然后那个古代呢 古代的时候呢 下辈啊 成那个上辈的时候 都一般 这个这个 来称足下啊 就是子卿足下 表示尊重的啊 秦宣令德 令德呢 指的是美德 令都是美的意思 就是子卿足下呀 你勤勤恳恳的宣布 这个传扬汉家的美德 侧名轻实 侧名呢 是指的是做官的意思 为什么侧名指做官呢 因为古代的时候呢 呃 人去担任官职的时候呢 一般的主管长官呢 就会把你的名字呢 写在朱简上 然后挂到墙上 所以说 那个时候当官就成为什么呀 侧名 轻实呢 指的是太平时代 太平时代 容问修畅 啊 容问修畅的意思呢 是指什么呢 容 主要是容欲啊 这个这里的问呢 通文啊 新闻的文啊 容文修畅 修呢 是美 阳呢 是传阳 那么连在一起的意思是说 呃 你在太平盛世担任官职 美好的声誉呢 到处传阳 这太好了 太好了啊 姓慎姓慎 就是太好了 太好了啊 好 这一段里边呢 虽然字用字啊 很少 但是意思比较难懂啊 远脱异国 惜人所悲 这句话是远离家乡 寄身于异国他乡 这是古人 这是古人都感到感到悲伤的事情啊 望风怀想 能不依依 就是 呃 望着那个祖国呀 就是心里边思念祖国 然后呢 怀想久别的亲亲人 怎能不令我留恋呢 依依呢 就是杨柳依依 他表示留恋啊 吸着不移 啊 吸着不移 然后那个远辱还达 为呃 为悔勤勤 有欲骨肉 灵虽不敏 能不开然啊 能不开然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先前 先前的时候成您不忘记我啊 不忘记 吸着不移 就是你还没有 没有遗忘我啊 没有遗忘我 远辱还达 从遥远的地方呢 还写信给我 慧辱勤勤 安慰教诲 热情诚恳 有欲骨肉 甚至超超过了什么呀 至亲的骨肉 灵虽不敏 能不开然 就是我虽说愚钝 但是怎么能不感动呢 就是说这是对他 这其实第一段里边 就是一番客套话啊 自从出降 已至今日 深知穷困 独作愁苦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自从我当初投降的时候 直到今天 一个人穷困无聊 孤孤单单 忧愁苦闷啊 整天忧愁苦闷 很不开心 终日无独 单见异类 就是整天呢 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 只能看见异乡的异物 异乡的异物 接着 喂狗翠木 这两个字不常见啊 这个是医生啊 可能我读的不对啊 喂狗翠木 这个狗是什么东西 这个狗呢 是指的是那个古代的那个套袖啊 就袖子上的套袖 所以叫勾啊 然后那个 这个翠呢 指的是鸟兽的毛啊 鸟兽的毛啊 这是指的一些东西 尾呢 但是指的是皮歌啊 尾边三角嘛 就是这个尾啊 皮歌 翠木 以欲风雨啊 以欲风雨 那么皮质的衣裳 毛毡的帐篷 用来抵御风雨 山肉落降 以冲击科 然后用那个山肉奶酪啊 奶酪来冲击解渴啊 冲击解渴 就是吃的都是那个匈奴那边的东西啊 举目言笑 谁遇为矣 谁遇为短眼四望 想找个人说笑啊 找个人谈话聊天 又有谁给我一同欢乐呢 就是找不到一个知己能够说话的人 湖地悬兵 编土惨烈 单闻悲风 萧条之声 这句话是讲到了胡帝 就是指的是匈奴之地 那些北方啊 厚的发黑的边塞的大地 凄惨动烈 只能听到悲哀的萧条的风声 这是讲到他在那边日子过得并不好啊 凉秋九月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 夜不能寐 凑而远听 胡家互动 这是讲到了这个凉秋九月的时节呢 塞外的草木都已经枯黄了 夜间呢睡不着觉 侧而远听啊 胡家的声音呢不断啊 不断的传来 这个胡家啊 是一种古代的一种乐器啊 管乐器 它是 汉朝的时候流行于塞北和西一带的一个乐器啊 在这讲到啊 木马悲鸣 饮笑成群 鞭声四起 陈坐听之 不觉泪下 那么 木马的悲壮的思鸣 两者合在一块啊 把这声音合在一块 这些边地特有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然后清晨呢 陈坐听之不觉了一下 清晨坐起来 听到这些声音怎么样 进不住就流下了眼泪啊 这个感情很复杂了啊 不仅仅是思乡了 节乎子清 灵独核心 能不悲哉 这句话的意思说 叹了一声啊 爱子清啊 我李灵的感情和别人会有什么不同吗 怎么可能不悲伤呢 就是讲到了他在胡帝的这种悲伤与哀怨 我李灵的感情和别人会有什么不同的